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小心暴力冲击的后果 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不允许在校园里面 对学生进行上界的动员 他们的价值观念 他们对暴力的容忍等等一些破坏 当然这个破坏我想还是集中在一少部分人身上 可能是几千人 也可能是上万人 但在总体的大概一百万的那个年轻人中间 他们的数量可能不太多 我也评论过通识教育重要的缺点在哪里 就是说他对价值观是非观的虚无法 通识教育讲究的 重视的是所谓多角度的思考 批判 但是这个到了一个极端 就是没有是非的标准 没有价值的判断 感谢观看